大叔和婆婆 所以他們做完之後我就先 新年期間怎樣去報過這個新年呢 今年新年對我比較特別的 因為我爸爸媽媽都在香港 他們從美國回來 因為我對上一次我爸爸在香港過新年 已經是我們移民之前 所以是差不多 我爸爸媽媽都在香港 20年前 所以20年後他終於回來香港 跟我一起過農曆新年 我媽媽都在 但弟弟在美國自己一個人 所以希望下年 我們一家四口 一起在香港過就好了 從中 爸爸媽媽回來香港 有沒有特別 煮多點食物給你吃 媽媽回來香港 當然是媽媽煮食 因為我最想念家裡就是媽媽煮食 所以有大師在 我都不敢進廚房 媽媽有做蘿蔔糕 那些 那我就負責煎蘿蔔糕 煎都很考技巧 沒有喔 飛虎都拍完 飛虎就說要keep fit 去做健身 我現在新年是放肆去吃 我覺得開心 一家人一齊通常都是吃東西 所以吃東西那麼開心 所以我不會制止自己 慢慢回來 有沒有特別要跟他們出去 帶他們去逛街 我爸爸媽媽其實都很熟 雖然他們沒有回來香港過農曆新年 但其實他們是 經常都回來香港 所以都不用我帶 但是我們會出去吃飯 吃在美國吃不到的東西 煲仔飯 去打火鍋 自己工作上方面 到這個新年之後 是否再開始要開劇 我新年前剛剛殺科 飛虎2 所以這一陣子劇方面 先休息一下 但很快就會開了 就是開小青姐的發政先鋒 發政先鋒有沒有什麼 借開老師要 特別去準備那個角色 其實發政先鋒 他們一直已經在拍 所以我的單元是 最後的單元 所以是最後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都自己有一點緊張 因為有一點跟我之前做的角色有些不同 我和我做對手戲的演員都是很好的演員 浩然 珠珠 所以我自己都非常期待 都有一點緊張 希望可以做得好